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来宾 下午好 我叫陈小平 来自中国科学院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课题 叫做掠原虫成为抗癌的生理菌 大家知道这个癌症是当代的绝症 当然这个讲法是不完全正确 因为什么呢 因为癌细胞非常狡猾 它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剂量 蒙骗我们的免疫细胞 让我们的免疫细胞不能识别它 我今天要讲的这个掠原虫 它居然可以揭穿这个癌细胞的伪装 让我们的免疫细胞 能够重新认识这个癌细胞 从而去杀灭这个癌细胞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 大家看这个屏幕上 这个是一个红细胞 里面的一个环状 中间还有一点 这一点就是掠原虫的细胞核 这个环状的这种形式 就叫做环状体 掠原虫 它的不同的生活阶段 有不同的形态 其中有一个时期的形态 叫做环状体 今天我们这个图片所看到的 这就叫环状体 可能大家知道或者不知道 瘧疾跟艾滋病 跟结合病 这三种传染病 被称为世界三大传染病 瘧疾的病原体 就是瘧原虫 当然瘧原虫有很多 有蛇类的瘧原虫 有鸟类的瘧原虫 还有猴类 猴子 非人灵长类的瘧原虫 还有我们人的瘧原虫 人的瘧原虫又有好几种 其中有一种比较厉害 叫做恶性瘧原虫 恶性瘧原虫感染会死人的 但是其他的瘧原虫 相对比较温和 假如大家看过 康熙王朝这个电视剧 就有这么一个印象 我们的康熙爷 曾经亲征格尔丹 其中有一次 在亲征的过程中 得了瘧疾 差一点要了他的性命 幸好呢 有法国的传销士 给他带来了 金鸡纳酸 也就是亏宁这种药 很快 康熙爷服了这个亏宁 很快就好了 最后 我们的康熙爷 就战胜了格尔丹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 比较有名的一个 有关这个瘧疾的故事 我要讲的主要的这个故事 发生在中山医科大学 1985年 我在中山医读研究生的时候 我旁听了一门课程 这门课程呢 叫做流行病学 什么叫流行病学呢 研究疾病在人群中的流行规律的 一门学科 叫流行病学 有一天 我的老师 讲瘧疾的流行病学的时候 挂一张地图出来 这就像左边的这个地图很相像 就是瘧疾的流行 在非洲 在此道旁边 因为多蚊子的地方 就瘧疾的病人就多 过了几个星期 割了好多堂课了 讲了这个瘧疾流行病学的 讲了这个糖尿病的流行病学 高血压的流行病学 这些中间割了很多课 然后呢 有一天我的老师 就讲肿瘤的流行病学 他又挂了一张地图出来 就跟我身后的右边的这张地图 差不多 非常相像 然后在一秒钟里边 我的脑海里就突然闪现 好像哪里多疟疾 哪里就少肿瘤的死亡 哎呀我一下就非常的兴奋 到下课以后 我就回到书社 找我的同学 很高兴地告诉我的同学 哎呀不得了 我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灵感 要跟你们分享 我说哪里多疟疾 哪里就少肿瘤死亡 可能疟源虫感染 对肿瘤有治疗的作用 而我有一个同学是学肿瘤学的 他说哎呀陈小平 你那么天真 你都读研究生了 你还这么天真 我告诉你吧 非洲那个地方那些人 他们很多人都得传染病死掉了 都没有到肿瘤高发的年龄 他们就死了 所以因肿瘤死亡的人就很少啊 我建议你不要服事乱想 不要浪费时间 好好学你的免疫学 学你的感染于免疫 因为我是学感染于免疫的 但是我老是在想这个问题 这个我的同学说的也对 假如除了这个因素 他真的哪里多疟疾 哪里就少肿瘤死亡的话 那这可是一个重大的科学问题 但是呢在当时 世界卫生组织 没有一个公开数据库 过了十几年以后 世界卫生组织才有了一个 关于所有可能的疾病的 公开的数据库 我的团队呢 就跟美国哈佛大学的 统计学教授合作 这位教授一听我说这个东西 他就觉得非常重要 很乐意跟我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我们就收集了 全球所有国家的 劣迹发病率的数据 和肿瘤死亡率的数据 我们还收集了 非常多的数据库的数据 包括联合国的公开数据库 世界银行的公开数据库 美国有关人口的公开数据库 所有能够用的数据库 我们都用了 把所有可能混杂的影响因素 都剔除了以后 我们确实发现 瘤疾的发病率 跟肿瘤的死亡率 总体的死亡率 是曾显著附相关的 这个论文已经在国际上发表 但是仅仅靠这个大数据的分析 我们还不敢相信 瘤原虫感染对肿瘤有治疗的效果 然后我们就进行一系列的 这个小鼠模型的研究 历经十多年 成千上万只小鼠都给我们用了 我们就发现 瘤原虫感染 的确是显著的延长 喝流小鼠的寿命 包括肺癌的小鼠 肝癌的小鼠 乳腺癌的小鼠 还有结肠癌等等 实体肿瘤的小鼠的寿命 都显著的延长了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才相信 瘤原虫感染 的确是对肿瘤有相当好的疗效 但是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作为一个科学家 你不能看到这个现象就完了 我们就进行一系列的研究 经历了14年的基礼的探讨 我们就发现 瘤原虫感染可以非常强烈的激活 天然免疫细胞 就是NK细胞 这种细胞激活了以后 可以杀灭一部分的肿瘤细胞 这个肿瘤细胞死亡了以后 它的抗原 释放的这个抗原 跟瘤原虫感染两个因素 同时存在的情况下 激活了T细胞 大家知道T细胞 是抗病原体和抗癌的阻力菌 T细胞被激活 就更有效地杀灭肿瘤细胞 特别是肿瘤内部的T细胞 被激活了 那就非常有效地杀灭这个癌细胞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刚才我讲的这些原理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癌细胞分泌一系列的信号 让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睡眠不工作 而瘤原虫感染呢 恰好是唤醒了我们的免疫系统 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重新认识 识别这个癌细胞 从而杀灭这个癌细胞 通足的语言就是这样说 但是经过十几年的研究 发表了一系列的科学论文 也没有这么简单 但是今天的时间有限 只是这么说一下 刚才讲的是 虐原虫激活了免疫系统 同时 虐原虫还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工作 它让这个患肿瘤的小鼠 它的肿瘤里面的血管几乎消失 就是说医治肿瘤的血管生成 或者你生成的血管 让你血管壁的细胞凋亡 让你死掉 让你这个肿瘤里面 没有血管供应 切断你的营养供应 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看这个图 这个左边这个呢 是没有虐原虫感染的肺癌的组织 有大量的血管 里面有很多红细胞 右边这个呢 就是有虐原虫感染的肺癌组织 切开来看 肌肤没有血管 好像有一条血管 但是血管里面肌肤没有红细胞 也就是非常彻底地 切断了肿瘤的血液供应 让肿瘤不能生长 或者让肿瘤细胞饿死 刚才讲的都是一些基础研究 就是肌理 为什么可以治疗癌症 让我们回顾一下 在历史上 曾经有科学家 利用虐原虫感染 治疗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 叫做神经性酶毒 也就是晚期酶毒的一种 在上个世纪 早期 青霉素还没有发明 神经性酶毒 像今天的晚期癌症一样 也被称为不治之症 那个时候 假如得了神经性酶毒 也等于是判了死刑 而这位科学家 奥地利科学家 叫做Yono Wana Joli 他是一个精神神经科的教授 有一天他回到他的病房查房 有一个病人突然跑到他的跟前 他说教授 我今天发高烧 这个教授非常惊讶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瘫痪的病人 他突然会走路 走到他的跟前 他说你怎么会走路了 这个病人才醒悟 哎呀 我怎么会走路了 后来这个教授就认为 哎呀 他的发烧 跟他的病情好转 一定有关系 他就查 最后他就发现 这个病人得了瘧疾 感染了瘧原虫 接着 他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 把这个病人的血抽出来 分别注射给 18个瘫痪的病人 然后他观察到 这18个病人 都不同程度的好转 整个欧洲在一天之内 他一告诉他的医生 一天之内 整个欧洲 包括前苏联 都知道 瘧原虫疗法 可以治疗神经性梅毒 全部一下在欧洲 后来很快就传到美国和加拿大 整个西方世界 都用瘧原虫疗法 治疗神经性梅毒 仅仅10年的时间 这位科学家就获得了 诺贝尔医学奖 但是好景不长 1947年 人类发明了青梅素 青梅素对梅毒 非常的有效 用不着 瘧原虫疗法 所以瘧原虫疗法 30年以后 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但是我们现在的 医学教科书 没有讲这个案例 很多医生都不知道这个历史 我到医院去讲课的时候 那医生 哦 还有这个历史吗 都不知道 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发现 和这样的一个历史 我们就提出 利用瘧原虫免疫疗法 治疗晚期癌症的 这样的临床研究 我们跟广州医科大学的 中南三院士合作 最早在他们医院 接着在广州福大总医院 再接着就在昆明的 这个云南昆冈医院 三家医院开展这个临床研究 这个就是前年 在这个启动会的时候 中间那位先生就是 大名鼎鼎的中南三院士 我们从这个灵感的出现 到申请临床试验 经历了三十年 然后我们从申请临床试验 再到批准 是历经了三年的伦理答辩 这是相当不容易的 为什么不容易呢 因为很多医生担心 一个晚期癌症的病人 你再给他感染瘤原虫 那不是要他的命吗 对不对 但是我们当时就跟他们解释 我们可以用图幼幼 老师发明的轻号术 把虐原虫控制在一个安全的水平 这个说服了这些医生 还有一些医生的提出一个 更挑战的问题 那你在我们医院开展这个疗法 会不会传给 你这个虐原虫传给其他病人呢 我又跟他们讲这么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广州的确有很多蚊子 蚊子是传播虐疾的媒介 这个是肯定的 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 我们广州市没有传播虐疾的这种暗纹 我们的蚊子是什么呢 大部分都是衣纹 就有花瓣的花纹 而且这个花纹呢 它咬我们的时候 它的身体是跟我们的皮肤是平行的 但是传播虐疾这个暗门呢 它的尾巴是翘起来的 跟我们的皮肤成45度角 我们广州市从来没有这种暗门 没有人发现在广州市有这种暗门 假如有谁发现在广州市可以奖励一万块钱 广州CDC曾经是有这么一个奖励的政策的 但是到几十年过去了 没有人发现有这种暗门 后来这个医生 这些医生还不敢相信 要让CDC的人的专家来测 来这个医院测 看看有没有发现 在那里搞了好几十天 都没有抓到这个暗门 最后就通过了 现在有大概30多例病人 已经接受了这个治疗 最初的实例已经观察了一年 就有结果了 这十例病人都是任何其他方法治疗 都已经没有效 或者是已经是耐药的 无路可走的病人 那这十个病人里面呢 观察到五例是有效的 其中有两例可能已经被治好了 什么叫治好了 没有肿瘤了 或者肿瘤死掉了 我就讲一讲这两例可能被治好的病人 看看这个感染成功了 以后给这个病人打一毫升 还有内原虫的血 就完了 这个治疗就这么简单 打一针 那个红色的箭头就是青蒿素 那把它压下来 压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就把它压到很低水平 然后呢 这个病人就没有什么 很严重的副作用 或者是说 有很严重的并发症 都没有 然后大概一个月 它颈部的所有的转移病罩 完全消失 然后呢 我们就用CT来看 它肺部的这个病罩 肺癌嘛 就哎呀 它的病罩还在 我们一下就量了 好像 我们就请这个 胸外科的教授来挥诊 这个教授一看这个胸片 他说哎呀 这个性质发生改变了 那个治疗前 这个是一个典型的癌症的 有像一个螃蟹状的 那个形态 而治疗以后呢 像一个斑块状 就是没有尾足了 就是好像包裹了 或者是已经是一个斑痕 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死的病罩 他就建议 可以用一个 微创手术 在旁边插入一个管 然后就把这个 这个病罩拿出来 就可以了 而这个病人就同意 这位教授的建议 就把这个 这个肿瘤拿下来了 拿下来以后呢 的确这个肿瘤呢 就是已经有包裹 有包膜包裹了 有包膜包裹是什么呢 它就是不容易转移了 我们把这个肿瘤切开来看 你看看这个右边的这个 它肿瘤里面 大量的免疫细胞 包围了少量的癌细胞 左边那个呢 是没有经过 内原虫疗法治疗 同一种类型的癌 癌组织的切片 全部都是癌细胞 肌肤没有看到免疫细胞 那这个病人的病障呢 大部分的都是免疫细胞 这个跟我们小鼠做的 这个实验 切开的这个肿瘤 完全是一致的 大量的免疫细胞在里面 干什么呢 肯定是去杀灭肿瘤细胞啊 这个疤痕拿出来以后 这个病人就没有病障了 颈部的肿瘤又消失了 那现在这个病人 差不多两年了 也没有复发 好好的山西太原的一个病人 每天都出去散步 天下雪 他都去散步 这个病人 本来就判断 他是三五个月的寿命 现在已经差不多两年了 还好好的 第二个病例呢 就是一个晚期前列腺癌 多发性骨转移 已经疼痛很厉害 要服用很多这个止痛药 而且不能正常走路 他来的时候呢 就是一掰一掰的 就是不能正常走路 他接受治疗 大概也是一个月左右 他的疼痛就消失了 可以正常走路了 大概三个月就结束治疗 回四川老家 但是他出院的那天 做了CT CT的检查呢 肿瘤大小不变 并没有说肿瘤缩小了 或者消失了 没有 他回老家以后四个月 在当地的医院复查 当地的医生告诉他 你的肿瘤缩小了 这个就是让我非常吃惊 他不是在治疗期间肿瘤缩小 而是治疗结束后 四个月肿瘤才缩小 那这个病人 我们就不敢相信他 当地的CT的结果 请他回广州 做一个更先进的检查 叫做PET CT 这个PET CT一看 他原发病灶的那个代谢活性消失了 没有了 用老百姓的话来说 他的肿瘤死掉了 只是留下一个疤痕 上面那个图 那个交叉线的那个代谢活性 是没有了 所以这个病人呢 到现在一年半 没有任何的临床症状 完全恢复正常 正常的劳动正常的 他还是一个村书记 他因为来广州之前 医生告诉他 你大概半年左右的寿命 他就把这个书记的职务辞掉了 就来广州治病 现在一年半过去了 他打电话给我 哎呀 陈教授 他说我当年辞来这个书记很后悔 我说你的命都已经救回来 还后悔什么 他说我跟你开玩笑 他说我已经早就到年龄了 就说明这个病人非常好 这个治疗效果 现在完全恢复正常 为什么他四川知道我这个疗法呢 因为他的儿子跟我的一个博士研究生是同学 所以就接受了这个治疗 最后呢 我想谈谈我的这个追求 我的毕生的这个梦想呢 追求呢 就是战胜癌症 我希望这个绿原虫免疫疗法 能够推广到全球 另外呢 我们实验室也在改造这个绿原虫 基因改造 把它变成这个癌症疫苗 我们还发现 烈原虫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蛋白 它可以跟人类的各种细胞结合 我们把这个蛋白的基因 克隆到病人的T细胞里面 让这个T细胞能够 在这个蛋白的导航的情况下 进入肿瘤 杀灭肿瘤细胞 我们希望这三种疗法同时 这个应用可以战胜这个癌症 我的演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